大家好,欢迎收看视频,娱乐圈里高颜值的美女数不胜数,也有许多美女至今保持着单身,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,就像黄晓明和杨颖一样,在自己的打拼事业取得一番成就后,选择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,可谓是幸福,但也有许多明星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大富豪喜欢上了他, 在富豪的追求下选择和富豪在一起,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,令人羡慕,第一位美女明星恐怕就是最近参加亲爱的客宅,而大火的刘涛吧,她和丈夫王柯在节目中经常秀恩爱,他们两个家庭生活也很幸福,刘涛照顾王柯一直很贴心,家务也做得情景有条,而且在王柯做生意失败以后, 选择重新回到娱乐圈给王柯赚钱还债,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好妻子,不知道有多少男人羡慕着这位京城四少之一的王柯呢,第二位就是离子了吧,当初选择嫁给马延强,他一点都没有后悔, 因为马延强不但家财万贯还有一颗善良那心,当初他帮助了自己的弟弟很多地方,也许是出于感动,也许是出于看到了他善良的心,离子选择嫁给他,婚后他们两个人也是幸福满满,着实令人羡慕,第三位恐怕就没有前两位那么幸运了, 他是梁洛师,本来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娱乐圈有更好的发展,可是他却爱上了李泽楷,但是两人却没有走到最后,嫁到李家的他除了生孩子就是做家务, 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与他原来在娱乐圈花花绿绿的生活想比较,最终他和李泽楷离婚, 虽然没有得到孩子,但是他有了一大笔钱,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了,第四位恐怕大家都很熟悉, 他是车小,一个安静纯洁的美女子,从《非诚勿扰》出道以来,他在娱乐圈的事业也是顺风顺水, 最后在获得最佳女配角的称号后,有一位山西的美老板呢,儿子慧眼石珠,选择追求他, 后来也是在一起了,只是后来也是闹出了许多的绯闻,最终两人虽然没能在一起, 但也算是好聚好散,有一段姻缘吧,第五位就是黄荣了吧,当初他被一位酒吧老板看上, 并且承诺愿意拿出五千万来,而当时的黄荣正处在失恋最痛苦的时期,差一点就答应了这位老板的话, 只不过后来才得知老板是一个结婚的男士,也就不再相互打扰了,这也是唯一没有成功的一对了吧, 不管怎么样,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,只要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怎么样都可以, 明星们就是万千人们的代表,对于这些明星刚出道就被富豪们喜欢上,并且在一起结婚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?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